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英姿 今天分享我平时是什么煎冰冻的饺子 锅里面来一点油 把冰冻的饺子就这样排好放好 再加入水 加入水没过饺子的一半 像这样就好了 盖上盖子 给它烧开就大开就响 大概这个过程要10分钟左右 不着急 自己调节火 煎到这种程度 如果锅里面还有汁 开大火把汁慢慢给它收干 锅底部成这种焦黄色 你看成这种焦黄色就好了 出锅了 底部是焦黄焦黄的 真的很好吃 因为我做的饺子是皮薄 皮比较薄 用水煮的话就容易泡皮 像这样做 做出来很香很可口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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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